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对于南投是非常的熟悉 走跳南投不是盖的 可是我问他什么是南投城环境 他却答不出来 我们现在来欢迎这个不称职的主持人李熊 哈喽 大家好 我是李熊 不是我不知道 是我很 因为我是草图人 是我很早就去外地读书 所以其实我真的认真没参与过 不好意思勒 没关系我们今天就带你好好的来熟悉 这个南投城环境 像外面的声音是 所以你有听到这个热闹的对不对 这个是他们的夜巡活动 那这个夜巡活动呢 在我们骑马炮以后呢 就开始正式的登场了喔 骑马炮已经要开始了 那我们是不是要赶快去了 对 好 我们去吧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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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们准备 准备了 小车啊 三驾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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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驶驶 太深 동안 三驾驶 我们准备了 我们仔 hey 就是高概 Seven 讲中的鳞答 course 三十亿otta 对日本世代 我对老公 我可以说 这是你的ójumm 我们就乎 影仿了 無盡的風景 因為瞭解老子 沒看 要花錢 那個時候 錢很大 五角一塊 這樣穩一穩 穩到幾十塊 開始穩一穩 到附近 這個規模 我剛才說的是 哇 剛剛也太壯了吧 不是 真的 我第一次看到我嚇一跳 就騎那個騎馬泡 對 而且廟公說啊 進入在這個時候 會引進上萬人的人 回來到南投 喔 難怪這裡現在人那麼多 你看那很多震頭過去 然後你看我們現在 後方的這是七爺八爺 然後還有很多的 牛將軍 馬將軍 蟹棒將軍等等的 在他們手上都有一些兵器 他們真的是有開關過的 所以今天的夜巡 他們是傳說都是真的有在辦事情的 有有有 所以他們才會這樣一直繞來繞去 而不是說直線的走路對不對 對 他們就是會繞完南投市整個路徑這樣 哇 那真的很不簡單耶 好壯觀喔 真的好壯觀喔 那今天震頭還有什麼亮點呢 我們請 規劃這個繞境的某位大哥 來幫我們介紹一下 好啊 我們歡迎他 哈囉 你好 大哥 范露被我們攔截喔 請問一下你的 就是在這個繞境上面 扮演怎麼樣的身份 喔 我是我們廟方那個 謝范將軍會第三組的副組長 喔 謝范將軍第三組 意思是說我們有分好幾組 可以幫我們介紹一下嗎 我們廟裡最主要的組織是 流馬將軍會 謝范將軍第一第二第三 總共是四組將軍 它那個旗字代表什麼意義嗎 旗字 就是類似頭起的意思 對就是跟大家說 後面的將軍來了 請大家出來觀賞 或者是說要禮浪一下這樣 之前是不是都有流口馬面對不對 然後是不是要先 幫他實施一下前面的路段 我們暗訪是這樣啦 就是說我們今天是先幫城隍爺出來 看說路上有沒有就是有不好的東西 我們先幫他出來進路這樣 就是幫他們把路清乾淨 那明天的保佑明天的出巡能夠順利 謝謝大哥你怎麼稱呼 我姓蕭 蕭志成 好謝謝 謝謝蕭大哥 謝謝 蕭大哥繼續去忙了 蕭大哥 有 commons 大魂 藝人 很棒 他們可以拍一下 為了 為了 幸福福 子 全 國 新年 影 masses 就是 我 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很精彩的绕镜之外呢 我们今年还要跟大家介绍的是 这个在南投玩镇头玩初心得的孩子 来跟我们介绍今年的城隍严际有什么不一样 欢迎我们的镇头达人林又泉 今年是我接上红第三年 第三年就是我们的元科人说的元科年 我这次就是找一个比较空旺的场地 来炮战我们的草屯支付广和我们的草权公 还有我们的草爷的安秋长日记 今年也是第三年 就来把我们政府轻轻到山河山路的门口 来释放我们的烟火来迎接他们 今年比较不一样还有一些超跑对不对 怎么还有这么多 这个超跑也就是我们自己的朋友 自己家人 自己的车来赞助 来让这个城隍庆典更热闹就对了 但悠悠本身自己又也在跳SPA家像 是不是也想要推广这个文化 让大家知道 通常说我们的阵头不是恩华 这是一个文化 传承下去 因為像我第一次來參加 我真的被這場裡面嚇到 這太壯觀了吧 還可以 還可以 這場發揮 這場發揮而已嗎 你看像超跑這樣 至少有十台以上了吧對不對 十幾台 十幾台耶 然後又加上網紅 其實南投很少有這樣子 這麼大的一個盛事對不對 對 因為我們都 我們本身的朋友都是網紅 所以他們也很熱情的贊助 好啦 這邊給個小小的建議 你們今年已經辦完了第三年了 那你們就交接 交接給下一個一起來承辦 然後把這個規模變大好不好 你說好啦 要做到喔 我們期待 因為他們要交接 好啦 謝謝 謝謝佑佑 謝謝 這不是芽芽嗎 超越網紅耶 今天超級多網紅來的吧 你剛剛也是跟著走落盡嗎 對對對 因為剛剛今天也很開心 那不知道導致很大也有找我們 然後我說我們就是邊走邊主持 然後今天真的超級多網紅來的 不只是我啊 阿滴啊 劉沛啊 還有黃絲啊 好多百萬youtuber都有來共襄 妳這樣走已經走第幾年了 第三年 第三年了 我真的有夠挺草原的啦 我第一年是只有花半年 第二年我來當中咖 就是我有在走 走完全程 那第三年今天來就是 欸 也是參與一下 就是有關就是主持 幫大家稍微主持一下這樣 這樣妳走到現在都沙啞了 妳真的很需要hold他 妳已經開始沙啞了 我已經看到我沒聲音了 因為一路上很多聲音 然後大家觀眾又很熱情 妳這樣走一走不是對男同事也很熟悉了 沒有 我還是一直忘記 一直忘記嗎 對啊 我剛剛走到拿著 奇怪 我現在走到哪裡 其實我為什麼忘記我來兩年 所以我像老學姐 我現在是第三年 這樣妳應該很熟悉啦 沒有 我還是忘記了 因為人太多 但我自己一直記得 就我覺得男同人太熱情了 就你路上一直在跟你打招呼 然後拍照 要合照 對 或者是拿水啊什麼的 對 現在就很燒香 雅雅了 那謝謝雅雅的男同啊 也謝謝上我們的男同 熊愛男同節目 非常謝謝妳 我喜歡男同 大家好熱情了 太棒了 又有人愛上男同囉 歡迎大家收看男同玩 謝謝大家 謝謝 今天晚上 蓋子 走得那麼遠 然後看了那麼多正吼 你肚子會不會餓 我超餓 我剛才已經偷買飲料 不行 我受不了 我一定要喝飲料 帶妳來逛市集 這裡吃的喝的都有 而且廟公剛才有提到 它就是廟會衍生出來的餐位 就原本他們可能一開始是由這個鎮頭開始 然後慢慢的就是每年都會很多人潮 湯飯就開始看到這個商機 然後就在這邊設立湯飯這樣子 那大家說走累了還可以來到這邊逛 其實這樣子的人潮 這比過年還要賭 真的 然後我再介紹一個很特別的東西給妳 妳有沒有看到 我只看到一個弟弟然後 非常多的湯飯都擺這個雨傘 雨傘 對 可是不是夜市也很多雨傘嗎 沒有沒有 妳知道南投人很可愛喔 就是每年就是一定要來到城隍爺記 然後這條街去買雨傘 我不知道哪來的文化從什麼時候開始應該是 買傘 對買傘真的是買傘然後 為什麼要買傘 可能是因為城隍爺記的時候都會下雨 對 然後可是不知道為什麼 他們的傘特別好用欸 一支一百塊 我不是在跟他們打廣告還是怎麼樣喔 可是真的是愛家愛戶 我相信妳問十個南投人 有八個好了 南投人會跟你說我城隍在這條市集 還要買什麼要買傘 原來 有傘是因為平時就是會下雨才會需要傘 那我們現在算還蠻幸運的囉 對…我才剛要講妳有沒有發現 今天一整天都下雨 然後到開始要熱鬧之前就停了 所以就是我們的城隍爺大顯神威 原來如此 那傘真的很多湯欸 你看光這樣走來至少有四五湯以上 真的蠻厲害的 好我們來買傘吧 老闆可不可以幫我們介紹一下 為什麼南投人在城隍爺季的時候 一定要來買傘 那是什麼原因啊 你知道這個 剛開始是家裡工廠 盤點褲子拿來銷 然後你們中南部的一起過來 然後呢 可是 就變成一個傳統一個流行 所以現在從本來一湯然後到現在 大概賣傘的有幾湯呢 十一二湯吧 十一二湯那麼多 可以偷偷告訴我們 這樣一個城隍跡下來 可以賣到多少錢或幾把傘 一年南進欸 三餐夠而已 三餐夠 三餐夠吃飯 三餐夠吃飯 是一餐 太謙虛了 可以一餐吃好幾萬這樣嗎 哈哈哈哈 可以當過就好了 老闆太謙虛了 會怕有人來搶劫了 南投的鄉親有需要的 歡迎來這邊 好 好 你看到我手中是什麼 欸這個是傳說中的平安餅嗎 對 你知道欸 好歹我也是來南投人好大 不要這樣 對這個平安餅有什麼稀奇的 然後這小時候 這其實從我們小時候吃到大的 他就是每年在那個城隍季的時候 他就會掛在那個七爺八爺 或者是流馬將軍 然後或者初詢的神明上面 然後沿路這樣子分送給民眾們 所以我要去排隊拿嗎還是 就是你在農曆6月15號的時候 站在路邊看遶境的隊伍過去 喔所以我只要站準他就會發給我 好來 是不是很香 欸很好吃欸 這是南投在地的平安餅做的 好好吃喔 欸而且啊 這個不只保平安之外 你說很好吃嗎 我們最愛吃那個城隍爺 或者是七爺八爺 或者是牛頭馬麵 身上掛的那個 脖子上面掛的那個平安餅 我們覺得特別有保平安的意義 我吃這樣都不想跟你講話 哈哈哈 太好吃了 因為他沒有加什麼東西 就是很純粹的餅乾 那吃起來真的很好吃 看我都噴出來了 是啊 真的很好吃 所以南南投城隍爺 一定要吃這個平安餅 好啦我們今天就用這個好吃的餅 跟大家說再見囉 好熊愛南投 我們下次見 八爺我是自比再見 欸還有一包咧 回去ة裡